大家好,这里是大人物小人物频道 今天要介绍的人物是因出演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中的韩商言而走红的男演员李线 如果觉得这类影片还不错的话,欢迎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李线评级帅气的外形,纯熟的演技得到导演的青睐 他挖掘自身潜质,通过挑战不同的角色磨练演技 塑造了令人深刻的荧幕形象 李线严肃中略带脾气,彭扶奄奄夏日的一缕凉风 给人清爽纯净的感觉 他治愈系的微笑,充满灵气暖意的眼神,掳获了众多隐秘的心 擅长萨克斯,吉他,篮球等的李线给大家留下了阳光 帅气,多才多艺的治愈系暖男印象 李线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市,成长于湖北省荆州市 其父母在荆州市工作 他在上初二的时候,体重达到了160斤 到了高三时,他的体重开始下降 李线高中就读于荆州中学,由于第一年高考不理想 第二年,他便报考了表演和播音主持方向 之后,顺利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2010级 而他也是当时湖北省荆州市第一位考取北京电影学院的大学生 此外,他还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展示了吹萨克斯,弹吉他等才艺 2011年,出演王靖指导的电影《万剑穿星》 在片中,饰演李宝丽的儿子小宝 与颜炳宴饰演一对母子 这是他的首部电影作品,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2012年,接拍由刘德华监制的亚洲星星岛计划电影《初恋未满》 在片中饰演大伟与张涵玉,冉旭有对手戏 2013年,其主演的电影《万剑穿星》 入围第三届北京电影节天坛场主竞赛单元 6月,出演张涵玉与曹轩斌演唱歌曲《初恋未满》的MV 7月4日,其主演的青春爱情电影《初恋未满》上映 同年,与安智杰,周围同,张瑶合作主演绿色环保爱情喜剧电影《万命是爱》 原名中国好新郎 在片中饰演方志斌,该片于2017年4月14日上映 同年,在微电影《十二年》中,单纲男主角林晓峰 12月,出演圣诞微电影《表白》 在片中,单纲男一号 2014年,出演优故出品打造的首部原创都市奇幻单元剧《奇妙世纪》第二集,最长的25米 在剧中,饰演一个平凡的保险代理人,阿亮 剧情一开始,李线便献出荧幕初吻 2015年,与陈晓,杜天昊 刘瑞玲合作主演青春校园网络剧《睡在我上父的兄弟》 在剧中,饰演复读大学330宿舍一员的中益猛男谢逊 6月21日,出席电影《睡在我上父的兄弟》的发布会 并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红台 同年,与陈晓,杜天昊,刘瑞玲合作主演青春爱情电影《睡在我上父的兄弟》 在片中,饰演用情至深的小镇青年谢逊 12月,出演张潇演唱歌曲《我是江小白》2016的MV 在MV中,饰演淫味公司白领 此外,他还出演了陆寒《勋章》第二版MV 2016年,与Andra Baby,景博然,白预合作主演爱情电影《微微一笑很倾城》 在片中饰演男主角香奈的室友于半山 1月17日,其主演的青春校园题材网络剧《睡在我上父的兄弟》在乐视网上线 4月1日,其主演的青春爱情电影《睡在我上父的兄弟》上映 同年,与张若云、焦俊燕合作主演权衣行政网络剧《白亦情鸣》 在剧中,饰演刑警队队长林涛2017年,李线首挑大梁 在网剧《和声》中,饰演高智商金门队长郭德友 同年,在电影《建军大业》中扮演罗隆欢元帅 李线在国内首部展现高薪轻科技无人机题材的电视剧《南方有乔木》中扮演长剑雄 同年,出演青春偶像剧《夏至未至》 在剧中饰演立下男友,11月23日 获得网易年度有态度大赏,年度最有态度人气演员奖 2018年2日5日,由乔梁指导的年代情感剧《偏偏冷烧翘佳人》 原名四千斤,播出 李线在剧中饰演为人宽厚善良,但缺乏魄力的丁子辉 3月25日,与陈卫婷,白百合,青海路合作主演的都市情感剧《南方有乔木》首播 在剧中饰演从小艺术无忧的长剑雄 4月4日,与张若云,马思纯合作主演的校园爱情喜剧电影《奇葩多多上亿》 在片中饰演品学兼优的富二代徐子聪 5月8日,特别出演的都市女性社会选择剧《上海女子不见》播出 同年,与杨子搭档主演青春爱情剧《亲爱的热爱的原名秘之盾》由于在剧中担当男主角 饰演网络安全技术高手韩商言 10月5日,其主演剧情电影《抵达之谜》在釜山举办了世界首映 在片中饰演沉默寡言的男主角赵小龙 2019年,与陈丽农年魅主演古装奇幻电影《赤湖书生》 原名春江花月夜 同年,与张涵宇、郭豪、附江共同出演剧情电影《中国机长》 这是他继建军大业后再次与导演刘伟强的合作 7月19日,演唱的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插曲》给未来发布 8月31日,与陈丽农共同为电影《赤湖书生》演唱的杀青曲《前程四景》正式上线 9月6日,获得制组GQ Man of the Year年度人物盛典年度人气演员奖 10月,陆威第六届《中国电视好演员》绿组男演员候选名单 12月6日,主演电视剧《见王朝》在爱奇艺上线 12月17日,李宪领先主演的电影《抵达之谜》 全部将于2020年2月14日情人节登陆全国院线 李宪在其中饰演赵小龙,2020年1月11日 获得新浪微博之夜微博年度突破演员奖 微博年度热度人物奖,1月24日 李宪在中央广播电视总派春节联欢晚会上 与朱一龙,周冬雨,李庆,马思纯表演歌舞《你好2020》 同年2月1日,李宪,朱一龙,常识磊,豆豆为武汉加油 并现场《武汉,你好吗》同年6月14日 作为队长出战QQ名人赛《王者荣耀王牌赛》总决赛 同年7月31日,李宪领先主演的电影《抵达之谜》在全国上映 成为影院复工首批上映芯片之一 8月13日,李宪拍摄《巴沙男士》 全新夏日沙滩花衬衫写真 同年8月,李宪客串由胡一天和李一彤主演的都市励志剧 《我的时代,你的时代,原名亲爱的,至爱的》 再次饰演韩商言 9月13日,电影夺冠宣布李宪饰演《王前十一角》 电影于9月25日上映 10月20日,由中国嗜血演员工作委员会主办的 第七届中国电视好演员网络投票结果公布 李宪获得中国电视好演员 优秀演员绿组男演员 2021年2月11日 参加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 与迪丽热巴、刘浩存等表演歌曲《奔跑的青春》 2月26日,特邀出演暖心爱恋剧《我的时代,你的时代》 5月5日,出演的新玉坤指导电影《中国刑警开机》 5月16日,参加的大型励志体验真人秀节目《极限挑战第七季》 第七期播出 7月1日,参加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 《伟大征程》播出 于于何伟、张同、刘烨、白宇、邓伦、宋毅、杨阳、杨子 合作表演破晓,饰演瞿秋白 8月24日,主演的《个人科幻悬疑》迷你剧 剩下的11个开播 12月3日,主演的电影《古董局终局》上映 在片中饰演500天才要不然2022年7月18日 主演的年代史诗剧《人生若如初见》播出7月18日 原定18日晚,湖南卫视开播的人生若如初见 被撤荡 9月30日,主演的电视剧《群星闪耀时》开机 11月30日,参加综艺节目《红毯背后》 担任飞行嘉宾 2023年1月3日 与刘亦飞合作领前主演的田园生活治愈剧《去有风》的地方播出 在剧中饰演谢之遥 2月16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研讨会在京举行 主演李宪分享了作品的创作经历和体悟 3月18日,丙贤主演的《春色寄情人》开机 在剧中饰演陈麦东 以上就是今天关于李宪的介绍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关注我的账号 大人物小人物 如果有什么想听的人物故事 也请在下方留言 Peace